本土廉价航空台湾虎航宣布 为了反映市场变化 从8月3号开始 将停飞桃源到泰国清迈的航线 因为刚好碰上了暑假忘记 有不少消费者早就提前请假 并且订好了饭店 停飞的消息一出 大家是骂声连连 要去泰国北部的清迈参观古城或佛寺 去年底台湾第一家本土廉价航空台湾虎航风光开航 打出桃源到清迈单程1688元促销 但载客率即使在春节忘记 最高也只有76.7% 5月只剩65% 台湾虎航因此决定 8月3号起要停飞桃源清迈航线 虎航表示已经订票的消费者可以全额退费或保留票款6个月 或是选择在10月24号之前改搭其他航线 但暑假忘记停飞 有的消费者饭店已经付款了 还有人订了泰国的国内航线 不满的留言瞬间涌入 消费会也批评 虎航虽然提供转换其他航线 但期间应该更长 虽然已经做到一些善意 但是如果能够再多延长一两个月 我觉得甚至于半年应该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除了虎航上个月另一家本土廉价航空微航 刚才宣布停飞澳门 去年亚洲航空还没开航 也无预警停飞长滩岛 消费会提醒廉价航空因为经营的弹性调整航线 消费者就得临时更改行程 这恐怕是抢便宜的同时 得先有的心理准备 记者林政务郭俊玲台北报导